鸭鸭,竹框里有好吃的哟! 2023年10月6日,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, 北京动物园官方微博如期发布了本周鸭鸭最新视频。 让我们看看鸭鸭是怎么过节的。 奶妈在精心装饰的漂亮的小竹篮里为鸭鸭放了苹果和大竹笋, 我们还看到一个新丰绒玩具,蓝色竹边流星锤, 很期待鸭鸭舞动流星锤的萨爽英姿呢! 鸭鸭坐在漂亮的野餐店上,又圆润了不少哟, 做出了好多肉肉褶子,鸭鸭开心地吃着大笋笋, 然后又拿起苹果开心地吃起来。 苹果吃完,鸭鸭看见了蓝色锤子, 干脆利落地抽出里面的笋笋,锤子丢在一边。 嘿嘿,好犀利的鸭鸭,果然大笋笋才是鸭鸭的最爱。 先吃笋,下次再舞流星锤给依依们看哦! 我们美丽可爱的鸭鸭, 在美食、玩具和爱的包围中, 愉快地庆祝,回到祖国, 回到娘家后的第一个国庆节。 请点赞订阅转发哦!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哦!